我們剛剛做了一個基本的切割 但是發覺這個小小的部分 不會足以構成整個胸甲或者整個背甲 甚至身體任何部份 你發覺它的底部和臉的打磨位還未成功 這個時候最浪費心機了 我們需要一些砂紙 慢慢將我們腰的位置磨到光滑 還有在這個時候我們已經噴了銀油底油了 這個時候就需要晚上做一些乾固劑 將它曲了腰的位置 等它天亮的時候乾了之後 就可以用我們剛才提過的混合膠的形式 將不同的造件把它黏合在一起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動作 如果在這樣的過程裏面 還有很多微細東西你還沒收拾好的 在那一刻你還可以用cutter 或者用割刀或者用剪刀的方法 根據你自己的身形再做一個最後的微調 這樣就fit到你的身材 好像做一套西裝那樣做的